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边咱们学过了PDO的对象 对吧 咱们也掌握了PDO对象中的方法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PDO对象中的执行CQ语句的那两个方法不常用 那这一节课咱们要讲另外一种执行CQ语句方法 才是咱们常用的 那就看一下为什么原来的不常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原来咱们执行CQ语句有两个方法 还记得吧 一个是使用PDO对象中的 什么Q语句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使用PDO对象中的 ESEC 是不是这样了 我们先假设来一个 比如说使用ESEC 咱们向数据库连续插入假如说是十条语句 十条不同的记录 我们该怎么写语句啊 是不是这里边用一个 INSERT INTO插入到比如说 USER表是咱们有这边 里边假如说存一个名字密码 假如说我就存名字密码 对不对 微留值假如说存名字是AA密码是123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连续想插入十条语句 只是记录的什么 数据不同 我该怎么写啊 假如说有这么多条 对不对 这话 比如说 DDCCDDDD E FF 随便写几个 对吧 密码分别是 123 4 5 6 随便写几个 总之咱们看到是不是值是不同的 对不对 那咱们就得研究一下 这样SERQ语字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那咱们需要画一个图分析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画一个图 这块我画一个大一点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好吧 我就用的一个大元通话 这是数据库管理系统 对吧 那这是我们的PRP程序假设 这是我们PRP程序对不对 那刚才我写的这十条语句会怎么样 这十条语句 那原理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在这边写的是十条语句 这样的十条语句对不对 假设粘过了一条 那看一下 每条语句处理过程都是一样的 它会干嘛呢 是把这条语句通过我们连接好数据库之后 连接过来之后 把这条语句直接给大家执行的吗 它中间是有过程的 什么过程呢 这条语句拿到数据库系统这边 因为数据库是用戏源写的 对不对 那是用戏源写的话 它会先把这个语句编译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字幕串 这个系统不认 也就计算机程序不认 编译成二进制的 那这编译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了 对 对不对 然后再执行 那现在我这样的语句 我现在有几条 有十条 对不对 那也就是我现在得把十条发过来 每条语句是不是都需要重新编译 编译十次 那你想那你要是一百次一千次 那是得编译一百次一千次 对不对 这个编译是不是浪费了一次时间 对吧 那这个时间咱们能不能省呢 可以 用咱们这节课介绍的技术就可以 听懂吗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 还有一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注入掉 大家经常听说过 网站被攻击 有一个经常使用的手段 就是circule注入 对吧 那什么是circule注入呢 就是客户端在往服务器端添加资料的时候 对吧 那客户端往服务器端添加资料的时候 要么他通过get把数据传给服务器完 对吧 要么用post的把数据填给 服务器端 对吧 要么是文件上传把数据传给服务器端 对吧 总之客户端 把数据给服务器端 服务器能接收 这过程都是不安全的 对吧 那如果按照正常格式的数据是没问题的 如果用不存不按套路来 对不对 就把什么 把这个客户端给服务器端提交数据这个过程 当成他攻击的一个入口 他把数据的格式 因为他传那么对不对 他调整一下 让你机器怎么的 怎么按他的代码去执行 那就很麻烦了 比如说 假如说我们经常删除数据库的一条语句 是不是通过id删除 对吧 比如说esec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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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什么呢 dlet删除from从user-sleep表里边 wire条件id等于 是不是通常这个id我都通过get传进来 get 然后里边传ID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我这话很着急 注视一下 假如说这条语句是这样写的 因为我不想把数据库的数据删掉 看一下 $circure等于 还是那条语句吧 假如说我先输出一下 sicle 这条语句 假如这条语句在上面执行 是不是都存哪个id 他就删除哪条记录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用户在攻击的时候他怎么攻击 这只是其中一种 test.php 如果他不存参数 你看是不是形成的是这样的语句 就是没有id id等于条件不成立 不必删除东西 对不对 那假如说他这样 他正常传的话是这样的 id等于5 删除第五条记录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删除id等于5 但是他不按套路出来 他怎么来呢 你看id等于5 或者1等1 语句虽然不正确 你看一下 看到了吗 是不是整个是一个字符算不正确 怎么办呢 他把5这块来个字符号 再把1这块来个字符号 看下 现在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语句 是 delete from 从右字 id等于5 或者1等1 1等1是一个什么条件 真的条件 那么也就是或者1等1 真的条件 能不能把你数据库优色表给清空数据 是不可以啊 那这就是输入了 是把你数据攻击了 我用盖子输入的对不对 那大部分网站是不是都是这么写的 对吧 你看大部分网站都是这么写的 你穿外id删除哪个 包括前边咱们有做例子增长改查 是也这么写的 对吧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前面的例子攻击掉 按这种方法就能把数据库清空 那边攻击不光是清空数据啊 比如说他把你原来的语字全注掉 自己想写什么语字写什么语字对不对 那猜到你用户表明了 是不是能把你所有的用户记忆都读过去 对吧 那相当于你的地址网就相当于他的sircle命连行了 他想要什么数据要什么数据 非常的危险 对吧 所以说像这样sircle注的问题 是不是能做成必须得解决 你不解决的话不行 那如果你不用pdo的话 用前面当过程化的 可以解决但是麻烦 对吧 所有用户输入的盖的数据你得处理一下 pose的数据处理一下 上红的数据也得处理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怎么处理呢 咱们可不可以让用户输入的所有代言号 咱们用配置文件参数 只要改一个选项就可以 让他自动防止色谷入入 加什么 加上转印字符 这样的话 他输入的代言号 有代言号 那传到服器服器给他加转印字符 他就组合成布料鱼卷了 对不对 对 或者把私固语区能注视的鱼卷去掉 或者把空锅都去掉 是不是他都组合不成鱼卷 嗯 那这样可以防 但是比较麻烦 而且用还会舒服 对不对 那一些黑客游戏工具测试呢 就可以用私固注的方式攻击你的网站 很危险的 记住了吗 所以呢 咱们要想联机处理数据库 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咱说的效率问题 效率 对不对 要提高 另外就是安全性要好 是不是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就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PRP预处理语句 这个就是可以做到 我刚才说的这两点 听懂吗 这就是为什么前边不要你用 以后写色口语句 不要你用ESEC和QRY的原因 听懂吗 当然了 简单的语句你可以用 比如说我设置所有东西的字符级 导入PDO 这里边可以QRY 就像这样 Site Names UTF8 对不对 这样语句无所谓 对不对 你这样语句没有变量在 别人是注入不了的 对不对 像这样的就很危险了 对不对 这样很危险 这样效率很低 对不对 那如何解决呢 就是咱这几个要讲到 PRP的预处理语句 那有的说 这怎么是叫预处理呢 其实官方就是这么翻译过来 就叫这个词 对吧 你可以把它想成别的 咱这里边你只要了解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那说一下什么叫预处理 预处理语句是这样的 先把一条四颗语句干嘛呢 先把一条四颗语句 比如这条语句 先给它发送到服务器端 比如这样的语句对不对 我先把它发送到服务器端 看到了吗 然后编译 编译完之后 让它不执行 也就让它在这缓存着等着 就什么 然后呢 但是后期呢 我只要给它 它不是缺数据吗 对你看 因为这条语句 比如连一插十条语句 十条语句 谁不同啊 是不是数据不同 语句是不是一样了 所以咱把相同语句的结构发过来 但数据有的说 数据我不知道叫什么呀 没关系 数据到你数据 你不知道叫什么 用问号代替 你看 我假如说不知道这俩数据什么 我用两个问号 就是站位 证明只有两个未知的值 明白这意思吗 那这条语句发过来 在这等着 对吧 我告诉执行的是他执行 对不对 那后期我在给他的时候 给他什么东西 我只要给他传值就行了 比如AA密码12345BBB密码3456 对吧 我连续传一百次值 让这个语句执行一百遍 但是他编译是不是只有一次 对吧 结比减少效率 减少了 对吧 这就是预处理的意思 就是准备好的语句 记住原则就是 先把一条语句写好了之后 发给服务器端 让他先编译 编译完之后在这等着 明白这意思吗 先不执行 你告他执行的时候才在执行 你也有点 然后你如果这条准备 准备要执行的语句 你没告他执行 他还没执行的语句 对吧 如果有需要填数据的话 用个站位符 没有这意思吧 就是类似于问号站位符 不确定什么数据 然后你再传给他数据 告他执行 如果不需要传数据的 比如说就是一条插询 对不对 不需要传变量 传数据值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告他执行的执行 你不用传数据了 能理解这个问题吧 所以呢 数据库有个缓存的机制 那这缓存的机制 是是PDO的功能 这种预处理 还是数据库本身自带的这个功能吗 对 没得说对了 是数据库本身自带 就带这个预处理的功能 缓吹语字的功能 明白这意思吗 这是数据库自带 不是PDO具有的 PDO只是客户的连接的 他只不有方法可以实现这个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大多数据库都有这种预处理的功能 就是先把语字发过来等着你告诉他执行 他在执行 就他把编译和执行分开 对不对 先过去编也好 然后再执行 那有假说 刚才他说了说很少见到这种 连续传十条一百条这样的语字 数据不同的 你就算是一条语字 你如果使用咱们 马上要讲这套技术 不用前面QEY和ESEC 一条语字效率也是高的 听什么 虽然执行过程不像这个 这么一次就完成了 咱们得先把语字放给服务器端 对不对 再给他绑定参数 然后再执行 再执行 是不是得 明明这是一步 对不对 咱们用处理得四五步 对吧 这四步咱说是 是麻烦点了 对 但是效率高 不光效率高 还什么 安全 自动防止色头注入 那怎么能自动防止色头注入 现在你看看 这条语字 刚才我是不是用参数 能将这数据传过来 对 组合成一个新的语字 嗯 那组合这个语字的过程是在哪组合的 是不是在客户段组合的 那发给服务器端 对不对 然后我传什么ID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用什么 是不是用问号 还是站位一下 对吧 编译完准备好 是不是就差执行了 对 只要传那ID是不是就执行了 那后期我传ID 传1给他 告他执行 他就执行了 那如果我传 传1 或者1等于1 你看一下 只是把数据传回来 原来的语句是不是编译过了 嗯 你不管你想怎么注入 那你这个都是这个论号的数据 都会在这个单眼号里面 不会当成直 就不会把语句重新编译一下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要明白怎么防止数据注入 怎么防止到 是因为这条语句已经编译完了 就差直了 用户你想怎么注入 只要你写的这个数据都当成一个直 都相当于在那个单眼号里面 明白这意思吗 而原来的方案是在客户端这里边 别人注入完了 是组合成一个完美的语句了 服务系列重新把你攻击那个组合好的语句 编译成的 然后再执行的 大概理解这个方式和注入的问题了 明白 所以记住了 咱们用pdo预处理这种机制 需要做到就是提高效率和安全性 所以建议 建议什么呢 使用这种方式去怎么执行 circuit 就因为它效率高 还安全 如果你都能做到像这有直就有这种咱们问号参数代替 你后期把痣传进去这种方式就不会有circle注入的问题 如果已经过成mysif那种就有了 对吧 当然不光pdo支持这种预处理的方式 mysifia也支持 听懂吧 但是用过程的方式那种呢 也能做到 但是很困难 听懂吧 那咱最好用pdo用这种方式 那以后的esec和qeriy是不是就尽量少之行吗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向大家介绍的预处理是怎么回事 就知道吗 而这预处理具体怎么实现 咱们需要使用什么预处理的对象 也就是咱说了 要讲的另外的一个对象 那下节课咱们就开始介绍另外的预处理对象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那pdo对预处理预知的支持 咱们就在这里边 记住了 这种预处理的支持可以提高效率 可以提高安全性 两点很重要 建议大家使用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了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